或者是音樂或者的諮詢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每一期會送的小貼紙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家自信免費的 所以我們每個月都會 所以我們全台灣大概有300多家聚點 然後會像我們家就放那些咖啡店 設計工作室或者是一些事情提點 然後就會讓那種iPod咖啡店 然後是一些的文青就可以免費隨著去 就是我們打電視的這樣子進行方向 然後像是這個是我們第九期的內 對 那我在雜誌裡面到底做了什麼 一開始七月底剛進去的時候 最基本的就是擋擋清潔 再來就是我們會 我們實習生會一開始都進去寫臉書上的詞訊 就是臉書上的貼文都做得起了 然後主要內容就是分享說 最近有什麼音樂活動啊 或者是說最近哪個國外藝術家 發生什麼事 他有什麼事的作品 然後再來就是包裝 就像我們每個月要包這樣 把剛剛所有介紹的東西 放在一個袋子裡面 然後另外就是派送 我們就是我們出了北中南洪泉湯 三百多大巨點 台北有一些地區 會是我們實習生自己去寄到 推七五百塊派送 對 這是最初階的事情 然後再待久一點進階的 我們就會擬一些藝術家的臺方稿 上次剛剛介紹的那個Daisy的專長稿 就是我們實習生去研究Daisy 他是哪個領域的 比如說他是插畫領域的藝術家 那他的成長過程中有發生什麼事 我為什麼有所謂的想要問他 想要寫在專訪裡面 這些問題我都會寫成英文信 然後我寄T-mail給他 跟他做直接的訪談這樣 然後Plan Project就是 比較像是企劃的發想 像是Nike那一集 我們就是應該說 Nike來下了我們的廣告 那我們就要想我們要做哪些主題 是我們的讀者情況看的 那又要怎麼樣去結合說 我們要怎麼幫他推這一款 Sneaker Food的球鞋 所以我們就想要說 比如說去採訪 藝術家他一天二十四小時在幹什麼 像是我們Nike那一集 有採訪大陸裝碼還有誰嗎 知道 對 然後我們就是會請他穿上球鞋 然後去採訪說 他一天二十想我們來做什麼 然後還有採訪DJ 然後請他們針對穿上這款球鞋 你們會想要聽到很久 然後請DJ去分享他們跟店鎮 這樣子 對 看什麼 然後再更進階的 然後我們會接觸到一些廣告宣傳的事情 還有些句點管理 臉書的管理 還有聯絡藝術家跟 談這些 這些東西要去跟電影公司談說 我們想要放東西進來的地方 這些都是需要跟客戶聯絡的地方 然後再來最主要就是 我們會直接 實習生會有機會可以直接參與 打字裡面的文字邊 就是我可以自己寫我自己要放東西進去 這樣 我覺得就是 很難得 應該一般其實應該做不太重要的事情 對 然後分享一下 我們工作的做錢 這一個是我們做的那一集那一集 去採訪舉牌小人 當然應該有看過吧 舉牌小人創作的呂漢 他的工作室 然後這個是 也是針對那一集 Sneaker Group的那一個專家 去採訪說 李漢這個創作者 他的包包裡面都放手 就很像 那種 一般人家的社會會採訪的東西 他可能會有手機錢包 他有BJ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 順水非洲的去置入 那一集的這雙球體 對 然後這一個是 藝術家 菲菲菲 他的工作室 也是那一集我們去採訪的一個其中的位置主角 然後在拍照的過程中 其實你除了要去準備 你要問他什麼問題之外 你還要 因為 打劑菲菲一定要放幾點 所以你就要必須去複製出一個可以拍照的畫面 那怎麼拍是好看的 那出去拍照你可能要帶一些燈啊 還有一些 就是 採訪過程中 會需要準備什麼 你這個時候就會學到 對 這個就是去馬來摩他們家的採訪 然後我覺得這很好玩 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因為馬來摩有兩個 是個子女 是雙胞胎 然後非常可愛 超可愛的 然後我們去採訪的時候 大概我們有五六個人 然後拿很大的單影像衣服 然後去側牌 然後一天二十小時來幹 可是那兩個小朋友實在太怕生了 然後我們單眼睛對準他 那個女生就開始大哭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剛好看到這個畫面 就覺得還蠻最貴的 所以我當在我們別人之下 對 然後這一個是我們實習生 在長日子異刷過程中 我們總編會安排我們去異刷場實習 應該不是說實理去關門 然後左邊這一位就是印刷場老闆 然後我們這一排全部都是實習生 我們就問他說 那印刷場的運作 你檔式印出來 比如說除了文字的背錯之外 你還要去注意顏色對不對 那那個顏色怎麼挑 那就是設計系的同學 會很想要知道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能夠盡力刷場 就是接觸到這些印刷的東西 其實還蠻 這經驗也蠻難合的這樣 這兩張圖片就是我們每個月派送的寫實 像是這個就是雷子那一期就是剛剛那兩期 然後我們每個月 因為我們發行人家五萬份 所以其實我們每個月要包滿多東西的 每一份都是我們的手工包的 然後為什麼用手工呢 因為其實像是我剛才建設那些褲袋貼紙 他其實應該說每個客戶有不同的需求 比如說我今天 我今天這部電影我就台北要上映 那其實如果我是電影的業縣 我就不會想要放中南部的巨店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用 然後所以我們必須要針對每一份要放進來的文宣品 去做他的分配 然後這個其實是很複雜的事情 對 因為時間的關注等一下講快一點 然後這個是我們派同的過程 然後我們是在東區的Starbucks 然後每個人身上而飛的大概十幾份 幾百份的然後用U5去拍送到每一家卡片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宣傳的手綁 就是因為我有一些貼紙是還蠻有趣的 是一附加的貼紙 然後時期人就會拍電網 比較方便的 然後在時期的過程中 其實就會遇到一些挫折 就是在企劃發展的過程中 很豐富的是 就是你有時候會想不到任何一點 或者是你今天要交一篇文章出來 其實你會不知道自己到哪個學生 然後那種自己沒有東西可以給的 感覺其實是很難受的 然後再來就是實習一定會犯錯 而且尤其是我們實習的內容 比較像是已經不太是初階的動作了 比如說你要跟客戶洽然 那就是不太你都犯錯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所以當犯錯了被主管理合話的時候 其實那個心情是很難表示 再來就是在工作跟學業之間的平衡 然後他主題還沒有覺得自己的事情 對 但是我覺得我能夠進入這間公司 實習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點 第一就是 雖然我是念政治系 但是我一進來我就知道 紅浪出版業 如果我以後想要當記者 想要看每個動作者 這個出版業他的生態就很重要 然後也會訓練到一些講話的技巧 比如說你跟客戶講話的時候 你要保留哪些 不能說你有什麼是要先說的 什麼是要先躲起來當作你的底牌的 這個也很會難 然後再來就是危機處理 當你犯錯的時候 你應該要先搶到什麼 而不是急著先道歉 或者是問題要怎麼先解決 這是比較重要 再來就是我覺得 breakle dance的公司很棒 是他的 他的人 我們公司裡面的人都蠻酷的 我可以舉個例子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老闆 他叫Ban 他是 普騰的小開 我不知道大陸不認識普騰 但他是Panasonic 其他的家店 就是他Ban 我覺得我們老闆是一個超厲害的人 對 然後我們的酒店 他叫Rich R-E-A-Z-H 他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圖牙藝術家 然後我們工作室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他是玩VBO的人 然後他也是 在台灣VBO世界 也是 有他在 他就不敢說他是第一的那種人 然後我覺得 哇賽 這間工作室裡面到底都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然後你跟他們相處 你就是 從他們身上你就可以學到很多話題 對 就是平常跟他們談話 你就可以知道 喔你為什麼想要走一出這條路 或者說你玩VBO什麼有趣的東西 這些都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時期最重要就是 你可以去認識一些你在學校認識不到的人 然後跟他們談話去學到很多東西 這件事情 是我覺得非常珍貴的 然後再來 最後一點就是透過時期 你可以 更認識你自己 比如說 上次我念這件事情 或者是要去當公務人員啊 或者是說去參選立委啊 之類的 但是透過事情 你就會知道說 你為什麼事情是有熱情的 比如說你對你的寫字是很有熱情的 那我是不是要繼續堅持下去的 或者之類的 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過程去認識你 再來 我想介紹一下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位編輯人 應該要我們第一次選的方向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位文字編輯的話 其實你會寫著 你必須要在你的 你應該要有一個你自己的專業體育 比如說 攝影好了 你曾經看過一家攝影 雜誌他在稱為他的助理編輯 只是助理編輯而已 但是他會需要你準備一整 一整本的做個攝影作品 就代表說 今天你寫出來的東西 如果要有內容的話 其實你應該要再拿 你一定是精通的 像是我們每一集的B版裡面 會有很多的專欄作家 像是音樂專欄作家 他不可能只是會寫字而已 他必須要對音樂非常的專業 像我們音樂專欄作家 他要代表 他是Dealways的負責人 然後他聽音樂以後 大概有十幾二十年的經驗 他才能夠寫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功 又連結的話 你不能夠只是會寫字而已 因為會寫的太多 對 再來就是 不停不停的寫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你的一開始 你的東西一開始沒有要用 你還是得寫的 對 再來就是 持之以恆 因為總是說我進來實習 我發現 其實出版媒體業這個 這個行業其實並不太好做 然後如果你想要一開始進來 就很有成就的話 其實就不太可能 大概可能要熬一個三個小時 如果我幸運的話 對 再來我想要給大家一些時期的 要準備什麼 第一個就是要有熱情 你不要覺得說 我今天去某人家大企業 他名字超有的 我去Band跑的 但我對車子一點都不了解 那我幹嘛去Band時期呢 你應該要去選一個你有興趣 有熱情的東西 然後想去那些公司了解什麼 你再去選一個你要去哪些心 再來就是好奇心 你必須要去 對每件事情都超滿好奇 然後要主動的去發問 因為其實你在工作的時候 老闆並不會去說 欸我今天要教你什麼 應該是說 你今天要去主動問老闆說 老闆我現在手上沒有事做 有什麼事情是可以讓我做的 那讓我試試看 你必須要很主動的積極去 去爭取你所有任何可以學的事情的機會 對 再來就是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反覆 畢竟我們是實習 我們只是學生 老實說 公司也不會要你父子的責任 所以不要害怕被犯 不要害怕犯錯 不要害怕被犯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認識 再來就是在實習過程中 你必須要去不停的反思說 你在這家公司 你要學到什麼 那 待著這麼久 你學到了什麼 那你之後還要在這邊得到什麼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你才不會在實習過程中的實力的方向 對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 我覺得可以鼓勵一些像我一樣大三大七 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一個大學生 就是走出去 你可以去看看這個社會上 呃 在工作的人 他們是在做什麼 那你向往的那個職業 是不是真的你想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那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好像說 我以後要成為科技行貴 但是 我根本不知道聽你現在在幹嘛 然後就拼命的往前衝 然後等到你栽了進去 你還不 你還知道說 啊原來這樣 好像不是我想到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鼓勵大家鼓進去 因為 我們都是學生 我們沒有什麼好書的 就是 我們來解釋 謝謝